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文叫Liantiff Paradox 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其实有几种翻译的情况 有的叫Liantiff之谜 有的翻译成Liantiff悖论 也有翻译成Liantiff反论的 那么它实际上来讲呢 是针对于药素丙腹论的实证检验中出现的情况 那么药素丙腹论的基本内容是这么说的 即使技术水平相同 由药素丙腹的不同 贸易也可以产生 一国应该出口及风韵药素密集型产品 进口其稀缺药素密集型产品 这个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来讲 经过理论的严格证明 也就是说加上它的假设前提 那么用我们所说的合理的变量 然后进行推导 证明的结果证明这个理论完全没有问题 应该是正确的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要对它进行实证检验 也就是说用现实的例子来讲 证明一下各国之间的贸易到底是不是由于药素丙腹上的差异所导致的 出口的产品到底是不是封印药素密集型产品 进口的到底是不是稀缺药素密集型产品 那么历史上其实很多学者的证明 证明它基本上是对的 成功的案例是比较多的 比如二战结束之后的日本的实际的情况 基本上体现出药素丙腹论是正确的 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我们清楚在二战期间 由于日本本土受到战争的轰炸 所以它的很多的机械设备啊 厂房啊这些都被毁坏了 那也就是说资本的含量极其减少 也就是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来讲 由于本土受到了战争的轰炸 所以资本来讲我们说损耗非常多 它的机械闪防设备都没有了 但是它的人留下来了 那也就换句话说 它的劳动力是相对比较多的 那也说按照它的要素丰益程度上来算 应该是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讲 日本当年应该是劳动丰益国 那也就是说它出口的产品 应该是劳动运营产品 进口的是资本运营产品 那在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实践 证明了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五六十年代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那我们知道资本累积速度 是在快速增加的 到了七十年代 它的要素丰益出现了逆转情况 也就是说它的资本 相对于劳动来讲 变得更多了 从原来的劳动封印国 变成了资本封印国 而它的进出和产品结构 也迅速出现了转移 由原来的劳动运营产品为出口 变成了以资本运营产品出口的国家 那也说基本是对的 但是呢 在关于要素丰服论的实证检验中 有一个国家出现了问题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那么李昂提夫来讲 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是投入产出经济学的创始人 那么他在1953年和1956年 分别发表了两篇论文 在论文中 他实际上实证检验了 美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按照传统贸易理论 那么我们清楚 一国应该出口去封印要素密型产品 进口去稀缺要素密型产品 而美国来讲 在二战结束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美国应该是资本封印国 因为它当年的工业中产值 是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的 那也就是说 对于美国而言 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但是李昂提夫的检验的结果 与此恰恰相反 那这样造成了李昂提夫之谜的出现 那我们看一下李昂提夫验证的情况 在1953年 李昂提夫提交的研究报告里面 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按照生产每百万美元出口产品 和进口替代品中投入需求的情况 那么他按照资本和劳动 以及资本比劳动的这个情况的数据 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在出口部门 他1947年的贸易 按照1947年投入需求来算的话 资本的投入是2550780 也就是2550780美元 那么他的劳动力按照年人工的话 应该是182 那么这个比值就是14015 而在进口替代品部门 算出的投入需求中资本的需求 应该是3091339 就是3091339 而劳动力呢 按照年人工应该是170 那这样算数的比值就是18184 那这样的话我们很明显的发现 出口部门的投入比 要小于进口部门的投入比 按照要素禀夫论来讲 那么美国如果是资本风云国 出口部门的要素投入比 和进口部门要素投入比 这个比值应该大于1 但是在梁蒂夫检验的 1947年的美国贸易来讲 这个投入比例只有0.77 远小于我们所需要的数值 也就是说米由此产生 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特例情况 其实梁蒂夫自己也觉得有点问题 这个按照理论的道理来讲 不应该出现的 但是实证检验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自己也不死心 他又算了1951年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其他检验的结果 那么梁蒂夫1956年来讲 公布出来的数据 他验证的是美国1951年的贸易 那么这个数据来讲 也就是出口部门的钥匙投入比 与进口部门的钥匙投入比 这个比值我们注意是0.94 仍然小于我们所说的1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仍然出口的是 劳动力进行产品 进口的是资本民情产品 那这个情况呢 其他学者验证的结果呢 其实也都差不多 他这个报告提出了以后 这个论文已经发表 那么很多学者是陆续进行了检验 其中很著名的一个检验是 鲍德温在1971年检验的 检验的是我们说1958年 到1962年的美国贸易 那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的数据来讲 这个出口部分呢 要是投入比与进口部分 要是投入比的数值 仍然小于1 那这样来讲呢 我们可以发现 谜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 是一个普遍产生的结果 那关于这个谜应该如何解释 那么从50年代 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来讲 形成了我们说很多的观点 这些观点实际上为后来 当代和现代贸易年代出现 奠定了基础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解释 当年李昂蒂夫因为是最早提出来的 那么他发现了李昂蒂夫之谜 那他的解释是什么 那么他的解释有几种情况 一个我们通常说叫劳动熟练说 那也就是说当年李昂蒂夫发现了一个问题 发现什么 也就是说当年美国的人 一个美国劳动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是其他国家工人的三倍 换句话说 劳动力并不同之 一个人定人三个人干的 那如果按照要素分裕重度定义的话 可定的资本总量 如果和可定的劳动力总量这个比值 那下面一个人定人三个人 那下面的分母叫乘三 那这样的话 要素分裕重度就会缩小成原来的三分之一 那也说原来你的资本分裕国 那可能就变成劳动分裕国了 但是这个理由来讲呢 并没有被大家接受 因为在当年来讲啊 梁蒂夫当时提出这个时候 是在50年代的时候 20世纪50年代 按照经济增长理论来讲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技术水平实际上是一个外生变量 那也说劳动生产率来讲 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三倍 那资本的报酬也是其他国家三倍 也就是说你一块钱的生产能力 也是其他国家的三倍 那这样的话 要素的富裕程度其实是不变的 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把这个密解开 那么另一个两题我发现的情况 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叫药素密集度逆转现象 也就是说 一个产品来讲 在药素分裕程度不同的国家 其药素密集程度是不一样的 在劳动风云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资本风云国又变成了资本密集型产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药素比有不能是不能成立的 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出口的风云要素 密集型产品都是同一种产品 那怎么可能产生贸易啊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情况 药素密度逆转确实是可能产生 李洋天夫致迷的原因 但是这种产品多不多呀 那么当年李洋天夫在分析的时候 他检验的结果是差不多 从一个行业来讲 是有三分之一的产品 是符合我们所说的 药素密度逆转现象的 那这么多的产品 那显然药素比无论不成立 那是正常的 但是后来很多学者发现 他所选择的产品来讲 太集中于某些产业 那把产业的规模 扩大到19过多时候 那么我们就发现 实际上药素密度逆转产品 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了 那么很多学者验证的结果来讲 这个产品的数量 可能不到总产品数量的1% 那就无碍大局 他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 药素比无论 那么另一个解释来讲 就是偏好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20世纪 50年代的时候 美国老百姓和其他国家老百姓 对于产品的偏爱程度其实不太一样 这是跟历史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 美国来讲 由于本土在二战期间 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所以美国老百姓来讲 日常的需求 或者日常的消费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维持 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于资本秘境产品的需求 实际上是急剧上涨的 这个时候的资本秘境产品 主要是向加量电器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 洗衣机啊 冰箱啊 彩电啊 这些产品 那么的需求实际上在急剧上涨的 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老百姓呢 其实对这些资本秘境产品 其实没有太大的需求 因为他们刚刚从战争的废弃中 站起来的时候 那么对于老冬秘境产品 像衣食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显然需求会更大一些 那么由于拼好的不同来讲 如果美国老百姓 消费的产品来讲偏好太强烈于资本秘境产品 而资本秘境产品的生产 又不能满足他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那可能就要需要大量进口 但是呢 这个理由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你说当年美国的老百姓 虽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老百姓的偏好 是有不同的 但是他也没偏到那么极端的情况 换句话说 对劳动秘境产品的需求还是存在 不可能只要资本秘境产品 不要劳动秘境产品的 所以这个不能构成李奥蒂夫之谜的根本解释 那么第四个当时在50年代出现的解释 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壁垒干扰说的问题 这个情况来讲呢 要回过当年二战刚结束的时候 虽然关税贸易总协定就是盖茨成立以后 我们各国的宗旨实际上是消除所有的贸易壁垒 形成公平自由贸易的秩序 但是由于各国战争之后 要恢复本国的经济的情况下 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对贸易壁垒来讲 各国都加以了更多的关注 很难呢 把所有的壁垒就取消 那么这个背景情况下 对于美国来讲 在50年代 尤其是对于劳动秘境产品中的仿制品 实际上实行了高保护 那么这个原因 其实并不是跟经济有关 而是跟什么就业情况有关 因为50年代 是美国妇女解放应用兴起的时期 很多妇女走出了家庭去参加工作了 这个有可能是由于 她自己的思想解放的情况 也可能是生活的问题 因为二战期间来讲 很多家庭的破裂 那么导致很多妇女来讲 生活的来源出现了问题 她被迫去参加工作 不管是哪种原因 50年代来讲 美国妇女的这个就业 实际上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来讲呢 我们所说当时的工作岗位 如果劳动秘境产品来讲 不进行高保护 那么也就是说 国内的就业压力就太大了 美国政府迫于国内的庞大的就业压力 那么对于劳动秘境产品 实行了高保护的措施 那么实行了关税 后来改成了 我们所说进口配额措施 那这种情况下来讲 一定程度上阻止了 劳动秘境产品的进口行为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 贸易壁垒中 不管是关税壁垒 还是进口配额措施 都不可能改变贸易的方向 换句话说 它不可能把劳动秘境产品 变成资本秘境产品 那我无法解释出口部门 为什么是劳动秘境产品 这个是解释不清楚的 那么真正的解释来讲 那么出现在20世纪到60年代 那么最关键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范尼克来讲呢 发现在美国进口产品中 有很大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成分 尤其是什么 石油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来讲 我们在分析要素丙夫论的时候 是两要素经济 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 但是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 其实既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又不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 但是在进口国部门一旦出现以后 那么你实际上是混淆了 这个我们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分类情况 而很多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 尤其像我们说的石油来讲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来讲 如果强行把它划分为劳动密集 还是资本密集型的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清楚 石油由于前期的开采野链来讲 需要的设备要求特别大 它的代价其实非常高 所以这样来讲呢 很容易被划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头上 所以这样来讲呢 也就前面梁天夫在分析 这个进口产品结构里面来讲 实际上忽略了这个问题 那么从我们所说的 这个前面的实际检验的结果上来讲 其实应该进行修正 也就是把所有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 从进出口部门全部拿走 拿走以后 那我们注意一下 在梁天夫自己检验的 贸易的情况下来讲 比如说 他的后一次检验 那么进出口产品中的 出口部门的要素投入比 与进口部门要投入比这个比例来讲 那么实际上就会出现急剧上升 从原来的0.9几上升到了1.14 那这样实际上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也就是说 他的要素禀赋论实际上变得成立了 林安提夫之谜就由此解开 但是鲍德温所统计的这个结果来讲 还是有一点问题 他虽然上升了 但只上升到0.96 还没有大于1 那也就是说还没有把梁全部解开 这个呢 到了我们所说的60年代 其实另一个学说 把这个梁再次澄清了一下 这个学说我们称为人类资本说 这是在1965年来讲 有肯恩提出来的 他发现来讲 物质资本实际上只是资本的一部分 资本中应该还包括人类资本 也就是说人们拥有的后天的知识和技能 这个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才能产生 由于是后天的英国 所以它不属于劳动力 应该属于资本 那这样如果把资本扩展成物质资本 加人类资本以后 那么鲍德温所统计的1958年到1962年的 这个贸易的情况 那么出口部门的钥匙投入比 和进口部门钥匙投入比 这个比值其实就超过了1 变成了1.04 那么也就是民意由此完全解开 那么由此我们会发现来讲 在分析一国的贸易的情况下来讲 在多要素经济情况下 我们实际上是要根据实际问题来进行分析 那么进入了60年代以后 尤其是80年以后 我们发现有一些新的要素 比如说研究与开发R&D 信息这些要素 其实对于生产贡献都是很大的 那也就是说各国来讲 哪种要素风域 那么哪种要素物性产品就应该是出口的 而从李昂蒂夫之谜的分析 分析到了多要素的情况 分析到了贸易壁垒的情况 分析到了偏好 分析到了技术水平 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贸易理论来讲 实际上它的前提条件与现实 其实会不相符 那么基本上打破一个前提条件 那么就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贸易现象 那么由此开创了我们说的当代和现代贸易理论的先河 那么关于李昂蒂夫之谜的解释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